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78天 结果一出门 就遇到了一个这么穷酸的流浪商人 虽然他卖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用 可是我却看上了他的羊驼 对他的羊驼一顿点击 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才打消这种念头 抢人家的不好 不好 除此之外 我还在小麦田边上放了几个箱子 方便我直接储存粮食 田菜地也是 因为小麦种子的产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唯一能消化掉小麦种子的办法 就是造几个堆肥桶 要说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第一次注意到还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刚才试试用了用村民家的 发现效果意外的不错 还能用来换肥粉 我也赶紧造几个堆肥桶来用一用 一共做了四个 我想想到底放哪比较好的 这个角落放一个吧 这里也放一个 田菜地的话 我选择放在箱子边上 南瓜地就算了 还多了一个桶 不用掉它好难受啊 老老实的放在小麦田算了 处理完所有手上的事情以后呢 你们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钓鱼 可钓鱼就要有钓鱼的样子 钓鱼就该有适合钓鱼的建筑物 什么高档的小池塘啊 我是不想做 太费功夫了 不是我还容易刷罐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 朴实却大胆的建筑 尝试一下用脚手架来做一个小码头 然后安心钓鱼 处理完河底的沙子后啊 就可以铺脚手架了 拆起来还挺容易的 让人头疼的一点 就是脚手架延伸四个以后 会出现断层 需要把最底下填满以后 才可以去搭建 不不这样也好 显得更加真实了 哎呀 多么真实的物理引擎啊 全部破满以后 大概是这个模样 嗯 还是挺好看的 接下来啊 就要用木栅栏给它围一圈 这样做呢 是防止自己掉入水中 以及 防止苦力啪背后偷袭 哦 没想到身上的木栅栏 还正好把这里给围起来了 插上火把 防止刷怪 哎哎哎 这种准手架材料做的钓鱼团 唯一点不好的 就是碰一下就会被我破坏 哎 不过我这种体重的权手 是压不坏脚手架的 放心 等我把这边的竹子给清理掉 流出一条道路来 哎呦 没想到这些竹子的生长速度 这么惊人 随便种上一颗 不用一天就成为了参天大猪 嗯 可以开始铺脚手架了 中途会遇到 举思无法之声的情况 继续放脚手架 把河底下填满就可以了 嘿嘿 这种新材料可真好用啊 呃 一条走道还不够宽 我再去拿一点脚手架过来 哎 这里有的萝卜这炮成熟了 我先收割一波 多余的放进箱子里 走 带上我们心爱的脚手架 这样去钓鱼啊 就永远不会翻车 于是我开始了钓鱼的生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又一分一秒的过去 鱼呢 鱼呢晚上就睡觉去了吗 没想到我第一根就钓到了河豚 哎呦 运气不错 啊